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我们呢,差不多恋爱有三年多了 他一直跟我提结婚的事情 但是呢,我还没有想好 因为他比我大17岁呢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定的思维差异 还有代沟 他的思想呢,有些幼稚 对婚礼呢,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提过好几次 想要跟他结婚 但他都拒绝了 总说自己年纪还小,再等两年 但我是有些等不了了 今年过年如果再不结婚的话 那我就要好好考虑我们的未来 其实我也压力很大 尤其是我们最近一滴一滴 我觉得这段时间 他对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好了 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这个状态我也看不清楚 我们的未来 我爱想出来 散落在冰箱地带 异地 年龄差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想要的婚姻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林先生41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司机 王女士24岁来自河南 自由职业者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交往几年了 交往大概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就是38岁认识的她是吧 对对对 接过婚吗以前 没有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在美容院认识 她在那里上班 然后我以前连轻松都很多 她刚好是做这个专业的 就去那里治疗 帮了张会员 喜欢她就追她一次 那个小片里面有很多问题 我一个一个来 你们俩是在异地恋吗 是 你在哪 我在浙江 台州 她在上海 那你们对异地平常怎么联系呢 基本上就是两三个月见一次 每天都会通电话吗 聊微信吗每天会 没有 异地这段时间我发现 她没有以前对我好了 然后电话也都不打 信息也不怎么发 异地多久了 一年半了差不多 她说刚才说的是 每两三个月见一回面是吗 是她去上海看你 还是你去台州看她 我去看她比较多吧 她就来过两次 一年半时间就去上海 去过两回啊 为啥呀 你都想取人家的小片里说 咱就去了两回呢 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嘛 对吧 反正我们说好的就是 三个月见一次 还有约定 对 那你不会想她吗 就直到 想她我当然是想她了 那就看她的了 电话什么微信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都 联系都很频繁的 就是这两个月 就是有点赌气嘛 她不发给我 凭什么我发给你 然后就有点赌气嘛 你跟她赌气啊 对 她不发我也不发 好 我问问这小姑娘 你们异地有一年半对吧 这一年半期间 女生嘛都逢年过节啊 就是她会问候你吗 会吗 哎呦伤心了 怎么怎么了呢 咋了 过节吧当然慰望也是有慰望的呢 她嫌我什么红包发得太少 什么情人节嘛 要发什么520啊 一生一生 哦 你发过吗都 发是发过呢 你哭什么呀姑娘 她就是这样子呢 感觉自己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就是那老是 她在你面前就应该是个小孩子啊 小孩子对 但是她也不能太那个了吧 是不是啊 24岁的人嘛 应该也有24岁的人的那个行为举止 是吧 你不要老 老把自己当成18岁来处理 你比人大17岁是吧 嗯 是不是那不就 她就是小孩吗 你就哄她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哭啊 我觉得她现在 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什么没有以前对你那么好啊 我只是没有 完全地表达出来罢了 好我问你啊 你想跟她结婚是不是 对啊 但是她都没嫁给你 是为什么你告诉我们 她因为她 这个婚礼的要求呢有些那个 她说婚礼嘛 要这种草坪式的 就是像电视剧上这种偶像剧那样 搞起来很豪华的那种 等等等等 你说怎么可能啊 姑娘 为什么要办西式婚礼啊 因为我们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比较好看一点吗 什么年轻人就要西式婚礼啊 那我们那边的人 比你年轻结婚的也多的是 你那个就是一群长辈们坐在那里吃饭喝酒 然后什么都没有呀 说什么可能不可能 你对我们那里的婚礼根本不了解呢 我告诉你 你别老说这个 你当时就喜欢她这么 跟个小女生一样的感觉对吧 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呢 现在我想考虑跟她结婚的时候 这种她小孩子比起来真的有些不行 比方说她家务什么都不做是吧 烧饭基本上都不会的 是吧 不会做家务啊 本来就是她做家务的嘛 然后 公共要求她做家务是吧 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帮她吗 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帮啊 你说她这种口气呢 我感觉我就像男保姆一样 你们在结婚问题上还有什么不一致吗 她总是让我早点跟她结婚 我觉得应该在 对 还有个时间呢 在 再等等 你还说等一等 大概多久以后你打算嫁给她 我感觉还要再等两年吧 为什么是再等两年呢 是因为你觉得你年龄小儿 你们感情没处到 我年龄也比较小嘛 然后我感觉我爸妈应该不会同意吧 等我年龄大一点的话 然后我再跟我爸妈说我嫁不出去了 然后就嫁给她了 哦 她是这么想的 那你当时跟我说也是这样说的呢 说这些二十五岁嘛 在你那边就是大龄青年嘛 着急娶了是吧 那我当然是比较着急的 我毕竟四十亿了是吧 而且我父母 睡得也比较紧是吧 朋友现在都结婚了 我没结婚吧 感觉 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 不好意思 哦 而且我跟她相处了这么多年的话 我也想有一个 崩然的家庭呢这样子 她说两年以后你等得起吗 两年以后 我不想再等了 我的底线就是 明年她二十五岁呢 我四十三岁呢 再不跟我结婚的话 那我就拜拜了呢 拜拜了 哦 女生 明天嫁给她吗 结婚了吗 啊 我觉得还要再等一下吗 她总是那么近 好好 我再问问你啊 现在有其他的男生追你吗 这个我还是不说了 啊 哦 还是不说了 那我理解就是有咯 喜欢肯定是有的 但是 是有的啊 但是我都拒绝嘛 哦 那你告诉我对面这个 哥哥 有什么优秀的地方让你喜欢 我觉得 就比较善良一点 善良啊 然后对我也比较好 我想要养兔子啊 她都帮我养 哦 你想养只兔子 她帮你养啊 对 你就觉得她对你好啊 啊 我还比较喜欢花 然后就种了很多花 在她家前面 她都帮我照顾着 哦 她还为你种了很多花是吧 嗯 啊 这是花兔情缘的 你说了啊 异地之后 她对你不太好了 对吧 那你怎么还想嫁给她呢 因为她之前 对我也蛮好的 除了不能生孩子 其他事情 她都能替我做 对我特别的好 哦 就是 只是她 现在对我不好了 她以前对我很好 哦 现在 就是异地之后 我怎么现在对你不好了 我现在对你 同样也是好的 否则的话 这次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是吧 哦 这次是你要来的 她要来呢 你要来干嘛 就是让她对我好一点 以前 我想去哪里看花 或者去哪里玩 她都会带我去 我说要种百合 或者要种其他的 她都给我种的 现在不一样了 我买一个花 打算带回去 她就嫌弃嫌疤的 还要说 那个好种 然后还要给我扔掉 哦 哎呀 这个主持人我跟你说呢 说到这个花呢 就是昨天在天津买的呢 那个花提起来 有二三十斤种啊 然后我们带着一大把心理 没有那么种啊 是吧 从天津到泰州 你说多远啊 这个提来继续不麻烦啊 种花我们可以到家里买吧 是吧 不一样的呀 家里没有那个花呀 不一样对呢 但是我感觉这个太麻烦了 不吵不吵 不说花的事了 为什么要分开呀 为什么要异地呀 因为我家人在上海嘛 然后我就过去了 他们反正对我也不好嘛 我想要的他都不给我 我就伤心了嘛 你想要什么他不给你 比如说情人节 别人都有礼物 他就不给我送 然后我过生日 他也不给我送礼物 他说我什么礼物都没有送给他 也是不可能 我送的他一条项链还有手环 别别的时候 有时候他没钱的时候 从我这里拿 也是有的 好 事大概就是这么个事了 女生居然要求说 你们得帮我跟老林说说 让老林对我好点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你妈妈同意你找他吗 我感觉应该也不会 所以我想再等两年 然后我说我嫁不出去了 嫁给他会好一点 嫁不出去了再嫁给他是吗 妹妹我跟你说 你可能还不知道婚姻的意义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你现在以为生活是一部童话 你觉得童话里面应该有 花花草草有王子之类的 你要从这个童话世界里面 走出来啊 你知道结婚要生孩子 要洗衣做饭 最基本的要打扫家 你这些都会干吗 反正他都可以做的呀 好 他可以做 可是呢你结婚是为了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娶你 如果你不想嫁 不要说一年两年 不要给他期限 好不好 你去找那个可以 不要求你马上 嫁给他的那个感情 不要再浪费时间 也不要对自己不负责任 男生因为也都这个年纪了 就是爱情对你来说 可能已经是没有那么年少冲动的那种激情了 然后你看到他可能唤醒了你对爱情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他的虽然说生理年龄到了二十四五岁 可是他的心理年龄还停留在十七八的小姑娘呢 他完全不知道婚姻的意义 他也不知道结了婚要干什么 所以你跟他结婚 你指望他为你生儿育女 为你打扫家 把家里面另一半天撑起来 其实短时间之内是很难的 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确 就是要戒指要草坪 这个我也知道 那你能实现得了这些吗 有些我当承担的 其实我当然能承担是吧 我就劝您一句话啊 如果啊 就是你觉得 未来的路可能很难走 如果你觉得我承担不了的话 那咱赶快就别耽误 彼此别耽误 好吧 谢谢二位 小姑娘能先不哭了吗 你是成年人 所以我希望你思考 你的恋爱婚姻的角度 是从成年人的角度去想 我们一个人想要进入婚姻 不仅仅是想要美好的爱情 美满的家庭 更多的是要付出一份责任 与女人与男人都一样 这份责任和担当 远比草坪 钻戒 要沉重 没有说哪个王子公主的爱情 她们就只有城堡 她们一样要面对 落地的种种生活的烦恼 压力 重担 你想过这些吗 你想过将来可能结婚了之后 你要去做这个家的女主人 要对一个男人负责任 要爱她 尊重她 帮助她 在她困难的时候给她支持 你想过这些吗 其实我觉得 等我再大一点了 也是可以的 只是 什么大一点的人 很多二十四五岁的人 都已经当妈妈当得很好了 这个没有对错 我不是在指责你 我是觉得人确实 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发育 有些是不对等的 如果我们的心智没有成熟到 步入婚姻 我们就先不要去做这件事 当我们想清楚婚姻生活是什么 我们再去做 这样自己不会觉得那么委屈 也不会让你的对方觉得那么的辛苦 还有一点事情我要跟你说得很明白 很直接 你现在表现很好啊 你没有再哭了 就是你对面这个男人 他没有那么爱你了 你希望他回到过去的好 你希望他回到过去的好 回不去了 一个人惦念 另一个人 是不会能够冷静地控制到我 几天不给他打电话 我跟他冷战 他不联系我 我就不联系他 这就不是爱情 所以他现在 已经没有那么地爱你了 如果这是事实 你能不能接受 你去思考啊 先生 其实你心里想要的那个女人 是可以操持家务的 对吗 是可以主内的 甚至帮你的 对吗 你想要的是这样一份情感和婚姻 我说的对吗 对啊 那你干嘛不告诉她呀 你跟她好了三个月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她呀 你拖人家三年干嘛呀 越长时间越是伤害 岁月经不起蹉跎 我们还是奔向简单的幸福去吧 别再拖着了 谢谢 哎 姑娘 送你一句话 踏踏实实做人 不要无病生硬 你不要以为别人给了你一个公主的梦 就真认为自己是公主了 那样的话太不实际了 你不是从小浇灌起来的 你也不是含着金汤石出声的 你的每一步成长 跟平常百姓家的女子是一样的 找准自己的角色 好吗 对于老林来说 你非常清楚 以你现在的实力 以及你的年龄 应该找一个什么样 踏踏实实的女子做妻子 你很清楚 你41岁你是要成家的人 你是要找一个顾家的女人 找一个顾家的女人在家 跟你一起过日子 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女人 你不是找一个公主吧 你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她也适应不了那样的生活 回归到现实的生活 脚踏实地地过日子了 就这样 不是所有的童话 都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吧 所以姑娘 回到现实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想对你说 不管你以后爱不爱我 在不在一起 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的 但是你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我有什么办法 大家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的时光 请见证 谢谢 请开门 请开门 请开门